如果一个人许久没主动联系你,只有这四种可能 相信我们的微信或者QQ或者通讯录里边都有不少的联系人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保持着联系,更不是每个人都会主动的联系自己 如果有人好久没主动联系自己,原因不外乎以下四种 一,你在他心里还是有挺重要的位置 属于不联系他也会相互关心,不会忘记的那种 这样的人见于是很好,很值得信赖,认识多年的朋友 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渐渐的就联系少了 渐渐的就习惯沉默了 但是你的朋友圈一发动态,就算他不平衡不点赞 他也是关注的,不信你发一条自己很不好的状态 他肯定还是会主动联系你的 二,俊尼产生美 近了凡远了输,他觉得应该跟你适当的保持距离 这种人是那种普通朋友,偶尔联系一下还行 但是联系多了,感觉也没啥话可说 还会招人不待见 保持距离,大家还是朋友 所以一般情况下,没事的他不会主动联系你 三,他都没想起来联系你 你就是可有可无的存在 这种人大概在通讯录里站得不在少数 真的就是不在乎你,可有可无的存在而已 就算你删了,对方也无关紧傲 你可能是喜欢人家,处于好感主动的搭理人家 但是人家从来不主动联系你 你联系了,人家好长时间回你一句 真的只是礼貌而已 你天天给人家发消息 久而久之,人家就不理你了 或者直接把你拉黑删除掉了 四,他没忘了你,但是就是不想说话 或者不知道该问候什么 这种关系就仅限于过往的对象 或者有过暧昧关系的人 他的确不会忘记你 但是还爱着或者恨着你 所以不想和你说话 或者是已经放下之前的感情了 有时候会回忆你们的从前 但是真的不知道该跟你说些什么 熟悉的人变得陌生 会比陌生人更陌生 大概说的就是这种关系了吧 在乎你的人会跨越千山万水来到你身边 只为看到你的一个微笑 在乎你的人 纵使不在你身边 纵使不联系 他也会在远方关注你的一举一动 所以想想你在别人那里属于第几种存在 然后该怎样回应对方 你也该知道了 我觉得除了你在对方心里是第一种在之外 就别再傻傻主动地联系一个 许久不主动联系你的人了 更别再天天给一个不在乎你的人 发任何消息 那样真的只会让人家讨厌而已 这是一种在乎的了解